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這就是我目前在拍攝一個 新的神奇的燈光產品 這是我們的Fernel 就是一個有點像是讓燈光變更強的產品 那如果你說我是YouTuber 那你肯定就是不太認識我 你才會說我是YouTuber 如果認識我的人就真的知道 我是認真玩的攝影師 我不是在那裡跟你隨便玩 說說講垃圾話的YouTuber 那我平常拍影片都在我房間置身 因為東西真的非常非常多 但我今天就心情好 我就把我的燈全部帶出來 在我們家樓頂拍攝 那這些燈帶上來 就大概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架燈啊 然後把東西整個搬上來 還有攝影器材都搬上來 反正就很瘋狂啊 那今天來樓頂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要來開箱這一個 順便測試一下這個F10 Fresnel 這是超級大的方大鏡 就是讓燈讓它更亮的配件 那在我房間拍攝肯定就是大爆炸 就是超亮 所以我才來樓頂來測試一下 OK 所以我們今天拍攝就是一樣 用我的BMPCC 那這一顆鏡頭 是我超愛的11mm Irix F4的鏡頭 這支是全片幅的 真的是超優 但是很少人使用 也就是很稀有的鏡頭 那上面就是接我的神奇的無線圖傳 這個無線圖傳真的是超讚 它比什麼奇怪的品牌還要好 它就是直接連手機 而且是超穩的 穩到炸開來 所以你在構圖啊 或者是你在遙遠的地方 你要對焦啊 或者是你要曝光 你都不用來相機這邊 你就直接用手機在那裡曝光 美術用一用 我就可以開始拍攝 真的是爆炸方便 真的是非常推薦 這個東西叫做Bandbox奔合 從中國阿里巴巴買的 真的是超推薦 我會做一個開箱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輕變形版本 Aputure 300D Mark II加上2X Fresnel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開箱的10inch Fresnel F10 Fresnel 然後加上600D Pro 這就是超級無敵霹靂 搶了一個版本 反正就是兩支神奇的燈 兩個都超讚 我超喜歡Aputure這間公司 但是他們都不理我 呵呵 稍微給大家分享一下 來我們試拍一下 OK 你看現在超級黑 因為是晚上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的燈全亮 你看看這個大爆炸 我們把後面的整座山都點亮了 有個浮誇 喔 超級無敵爆炸亮 真的如果你直視你直接瞎掉 看好 現在是一片漆黑 我們把它點亮之後 你看下面的房子都被我點亮了 OMG 這真的是超浮誇 我要在別人抗議之前把這盞燈關掉 那除了這三盞燈以外呢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我特別來樓頂上玩的 那就是這一顆 超大電池 這就是我三盞燈 所有電力就從這裡出來 因為樓頂上沒有任何的插頭 所以我只能自帶電池 那這顆電池真的是 超級無敵 超大 反正就是超大 300瓦 300瓦 然後後面是700多瓦 大概就是1500瓦左右燈 就這樣子點亮 超瞎 就是這一顆神奇的電池 輕輕鬆鬆把它點亮 真是超猛 但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它超重 這一顆電池要30公斤 30公斤 扛起來是有一點困難的 反正就是測試一下這顆電池的能耐 就是如果之後有要拍片到一個荒郊野外 帶出去的話就比較不會怕怕的說 喔它的電到底電壓掉到多少 就是我們要先測試一下 帶出去拍攝會比較安心啦 這顆電池真的是超大 它大概等於10顆300瓦小時的V掛電池 所以就真的 喔 超過10顆喔 它可能是 11、12顆的V掛電池 因為我已經有買V掛電池 但是我覺得很麻煩 就是如果我放在300D上面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沒電了 所以你可能拍攝到一半就沒電了 所以你如果一不注意 你可能站在拍攝它就會忽然按掉 就很麻煩 那你用這顆電池就真的超讚 你就是可以一直用 你只要接上去動力線接一接 哇 輕輕鬆鬆 真的是超完美 那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反正就是這個是我們今天在開箱的Fernel配件 那我也不知道是這支影片先出來 還是這一支影片出來 反正如果這支影片出來的話 你們一定要去看一下 如果我對這個超級放大鏡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11點半了 那我們趕快把東西收一收 大概下去就已經12點半了 我要趕快睡覺了 熱血拍片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我來madı 我來沒一次 我來替你